资讯 昨天我们赞品法师说 现在师父我们要去美国 这下我们不怕了 为什么 手机拿起来 我想吃素 马上翻成英文 OK 不要加冲算 你要跟美国人交代 不能加冲算 然后你讲 哇现在手机的网络里面 讲的90%很准 连菩提心他都会翻译 哇厉害 英文翻成中文 中文翻成英文 翻成日文 所以我这次还要去德国 我就放心了 德国人来 我手机拿起来 我讲然后他翻译 我不用他去找翻译 因为他翻得很好 而且对我有帮助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讲 不能讲太专业的名相 要转听得懂的 那手机就喜欢这种 听得懂的 他会翻译得很准 那这样对佛教的弘扬 帮助非常大 里面有缅甸文 有高棉文 有日文 拉丁文 太好了 所以有一部手机 两个不同译文 放在中间 两个就可以沟通 一两个钟头了 这个就是科技的方便 方便 但这个方便 可以让你快一点修行 但是这种手机的内容 方便 也会造成你快速的 接近很多恶有恶法 看你要看什么 所以这次我们去美国 然后说师傅手机赶快删 我删什么 要检查的 我说我里面又没有A片 有什么好删 也没有暴力 里面只有佛像 你就好好看吧 我说你这样跟我讲 搞不好你手机里面有 不然叫我删 因为我没有在看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想人家检查手机 是为了安全 那我们这可安全 里面没有暴力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愿意打开你的心 没有秘密 我常跟那些小撒民说 来手机交给我 我都有密码 都有秘密 里面再跟谁联络 我不知道 后来我就规定 三天就要交给那些大法师看 没人要交 那我跟你讲 末法 谁也不希望自己有秘密 但是你自己想要修行的人 你一定要摊开给对方 如果各位你来修行 一定要找一个比你老的跟住 不要说我们两个十八岁喜欢在一起 两个二十五岁喜欢在一起 我不跟老的在一起 你是交朋友 不是在进步 进步要找一个能够念你 能够盯你 能够让你进步的 因为你想要修行 你想要修行 要找一个善知识 一个能够帮助你修行 而不是在交朋友 这点要抓得很紧 再来我们再看看前面的一些 有四句话 我要让各位一定要读诵 请翻到一百二十页 一百二十页 如果各位要升起出力心 圆满菩提心 那就要圆满四种方法 那圆满这四种方法 那各位就可以高枕无忧 就像买了保险一样 安全 这四种法的括号 一百二十页 第一行下面 我们念一下 来 四种法 珍爱众生超过珍爱佛陀 珍爱他人胜过珍爱自己 珍爱损害自己的人 胜过对自己好的人 珍爱痛苦胜过珍爱快乐 好 因为这个我在新加坡特别讲 但是我认为各位更应该要知道 请翻到一百十二页解释一下 一百十二页 如果各位决心得到解脱或成佛 就是第十要获得解脱 与骗之的果位 你要得到骗之 必须有解脱做基本 就是你真实有厌离心 出离心不知做一切 那你才可以进一步追求骗子的佛果 那就必须要做到和一切世间法相违背 所以佛陀刚成佛了 他说他讲了缘起法 跟世间人不一样 世间人要欲望 要结婚 要长寿 要快乐 佛陀要告诉他们这种脱离缘起的 物无缘的 这种放下 不太容易啊 但是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得到解脱乃至成佛 那你必须要做到和一切世间法相违背 世间的凡夫俗子叫众生更珍爱佛陀 我等 发菩提心的人要解脱的人恰恰要与此相反 第五 所以我们念完一到四来 五 要珍爱众生超过珍爱佛陀 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对佛陀应该具有信心 更应该以四种原因珍爱众生 一 轮回中的一切友情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 故应当珍爱 二 诸父母在轮回中遭受痛苦 我当饶溢他们 故应当珍爱 三 利益众生自然能成伴自立 故应当珍爱 四 饶溢友情 是对诸佛菩萨做供养 能令彼人欢喜 故应当珍爱 好 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 我们对佛陀是一种虔诚的信心 无比的感恩 所以在礼拜供养 但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是要去珍爱众生 所以佛陀才会说 我们讲了几百遍 你不失食物给流浪狗吃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佛陀宁可你不要供养我 你只要对我有信心的去慈悲 那就对了 所以要珍爱众生超过于珍爱佛陀 甚至讲得更直接说 以对待佛陀 诸佛菩萨对待上师的方法 去对待所有众生 而不是说我对我师父很好很好 然后我对其他什么人不太好 所以这样就不平等了 所以有四种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珍爱众生 轮回中的一切友情 都曾经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 应当珍爱 各位相不相信 有没有把众生当作父母放在心里 有没有 不要骗我要有 真的要有 有的人不会吃肉 有的人不会恨人 有的人也不会爱人 这什么意思 你不会爱你老公 你只是尊重他 慈悲他 而不是一种贪爱 如果你对你的先生太太 儿女是一种贪爱 那这个还是执着 因为你有分别 这个比较爱 那个比较不爱 那不行 所以会要从心里面去 去把轮回的友情 一直当那蚂蚁 都是我的父母 不愿意去伤害他 还要让他离苦 让他成佛 所以要珍爱众生 超过珍爱佛陀 第二 诸父母在轮回中遭受痛苦 我当饶益他们 故应当真爱 佛陀已经解脱了 没有问题 但是如何让这些 未解脱的父母 脱离轮回解脱 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们最近发起 他们最近叫我讲佛法 我的题目是 以佛法来服务整个社会 整个法界 这个是要把寺庙盖在人的心上 跟行为表现上 我们佛教徒 不能一直在灌溉自己的道场 壮大自己的范围 而舍弃地对社会的关怀 甚至与社会脱节 所以我们这次的新店 临近之师姐发起 我要一个念下来 24小时免费助念 要招义工 招组长 各位要不要来参加 怎么没什么 不然你后面没人要跟你念 我跟你说 希望大家 我们有这么多中心 板桥又板桥 桃园又桃园 你就就近参加 好不好啊 但是希望大家 今天他们有带表格来 发给大家 填上你的名字 我要祝念 你可以写出 你可以适合祝念的时间 然后呢 以后大家 当然要祝念 还是要大家训练训练 对不对 怎么样祝念 对自己有帮助 我们不是执着那个仪鬼 仪鬼是假设的 重点是一个悲心 以及让家属有信心 特别要度家属 那怎么样把这个 祝念变成一种修行 老人祝念 老人愿关怀 孤儿愿关怀 社会关怀 监狱关怀 医愿关怀 有钱没钱的都要关怀 不分宗教 那我想佛法必须要 要珍爱众生 那珍爱就是说 你要学会这个 我们不能做 象牙塔了 每天就看佛经 打坐念佛 但是不会做世间 伴养事情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那一天 我们大法会 哇 然后呢 电扇刚好吹到我 然后我在那边 想要请他们 把我电扇调 我就发觉 有些出家人 不会调电扇 那么简单的 举一下 他不会 因为他 他从来不管这个 他不会去管 这个电扇怎么用 这个如果我师父看到 就会骂 修行就算你眼睛 耳朵 心态 所看到的一切 怎么去 怎么去使用它 你不要 不管它 这个不是攀缘 这个是 关心 关心 进了一个地方 就知道哪里有厕所 万一火灾往哪里跑 万一谁生病 要找谁 这你要关心 全场 那 这一点一定要 一定要 就像各位 今天来参加法会 下雨了 请问今天 有自己带雨衣来了 举手 不错 不错 有经验 对不对 代表说 你今天下雨 我带个雨衣来 请问有带两件的举手 你不要插人了 因为一定有人 刷身 不懂的 对我们海边 会是临到 所以 马上你 要打电话 不管你是 义工法师 现场有没有 多余的语意 对不对 没有赶快买 这些你都要安排好了 因为你要 珍爱众生 因为等一下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就一直祈求 所以我一直打电话来 赶快做火供 赶快做烟供 他说师父干什么 这样雨才会停 做烟供可以起雨 可以停雨 因为十点半要涨潮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一定要吹 他说还没有了 法师还在开示 这就快了 快走了 所以我要直接 从海边去了 但是各位 这个你要想 雨也要快乐 人也要快乐 对不对 在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要抓得很紧 当然这个叫 开发智慧 这个智慧 是以悲心为根本 去开发智慧 所以众生需要什么 众生需要什么 各位放生物 我们打电话 发便当 发便当 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 回来了 师父还没有吃 大家都不能吃 坐在那边健身锅 一定要等师父回来吃 念完二十灵灾 才能够用灾 太狠了吧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你师父还没念 怎么可以吃呢 我说你 你这一点不懂 人家就放生回来 这个时间空 来的就先吃 对不对 可以先喝汤 汤最好不用排队 对不对 等等等等 各位这个你要学 因为这个叫学佛 服务众生 因为众生肚子饿 很苦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各位要去 你如果要修慈心悲心 首先你要知道众生需要什么 众生想要 不要什么 或是痛苦什么 你都要知道 人也好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老人也好 小孩也好 动物也好 她的快乐跟痛苦是什么 所以我要怎么去帮助她 那你如果不去接触她 你怎么知道她要什么 所以我当饶意她们 故应当真爱 所以希望大家参加 我会怕 还没有死 她还没有死 然后她太太在那边哭 哭哭一话跟我说 我先生的老公也是四十几岁 结婚生两个小孩 骨癌死 现在我先生又跟我结婚 又生两个小孩 男生 现在又要骨癌还要死 我很苦啊 然后我心里就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只能帮她念 然后看她得骨癌的 还没有断气 但她已经剩下骨头的那种形象 不能碰她 因为会断 那种痛又没办法形容 所以来 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骨癌病苦者 癌症病苦者 早得离苦的乐 所以为了如此 各位要累积广大资粮 好不好啊 每天精进 每天精进 也随喜功德 因为我们怕功德不够 那为了要 你要去了解众生苦 然后去珍爱众生 这个才是珍爱佛陀 第三 利益众生自然能承办自立 故应当珍爱 所以我最近常常讲 来 帮助众生 才是成就自己 所以 你要得到空性 你要早一点解脱 成佛 利益众生是最快的方法 当然利益众生 有太多太多种方法 但是各位都要平等 你不用说 我只喜欢放生 不喜欢阎共 我只喜欢祝念 不喜欢放生 这个都不对 了解吗 不对 因为有些人会说 师父 那个事你才找我 那个事你不要找我 我说这样不圆满 你什么都要做 什么功德才会圆满 你这个不做 叫人家做这个 你这个也不圆满 你到时候这边就不圆满 因为你功德不够 因缘不好 到时候你就没人 所以我想 只要好事 我们都要随喜去参与 那这样呢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一位出家人 然后呢 他来参加我法会 我们在回向 他也愿意站过来回向念 然后我就拿棋子给他挥 他不挥 我就问他 你怎么不挥 他就这样 那就我自己挥 我拿两支 后来他还俗了 为什么 因为没悲心 骄傲嘛 我不用挥这个 对不对 他认为这个是普通动作 我说这个是悲心 对往生者有帮助 对家属更有帮助 家属看我们在挥 很高兴的 对不对 有利益的 念一下 下黄金 现在这些水都是黄金 对众生而言 第四 劳逸有情是对诸佛菩萨做供养 人令彼等欢喜 故应当珍爱 所以各位 你去帮助更穷的人 更可怜的众生 佛高不高兴 佛陀说 所有众生都是我心头独身子 罗佛罗 谁救一个众生 就是在供养诸佛 满诸佛的本愿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这四个理由 要珍爱众生 超过珍爱佛陀 当然我们对佛陀 已经有信心了 这个信心 虔诚感恩心 永远在 但是我们要 要从行为表现出 你对别人的关怀 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有人问我 有一次问我说 海道法师 我供养你红包 你怎么跑掉了 我说我在泰国缅甸 跑久了 我有时候 就是说 比较了解戒律 我们男生 亲自去送女生的东西 不太好 如果能够交给 旁边的人 什么东西都经过 一关就比较没问题 这也是保护你 也是保护我 搞不好我被你拿还俗了 我的徒弟多少还俗了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们天天就在接触 接触太多了 该讲了 讲完了 不该讲了 他继续讲 他变成交朋友了 穿来穿去了 我心情不好啊 师父我心情不好 你心情不好找我干嘛 然后他就去安慰他了 然后就这样安慰 有时候还聪明 安慰不了 还问我师父 那个谁心情不好 怎么安慰 我说这种事情不用管了 我们只讲佛法而已 那是因为接触太多了 所以人都有感情的 那有感情空窗的时候 或是他要追求一个 更快乐的感情 就要小心 所以有时候各位 我讲的是男生女生之间 做什么事情 最好要透过第三者 第三者在的时候 不要私底下 这样会比较符合戒律 所以我旁边永远有适者 当然哪一天搞不好会没适者 这些人都会走 现在蛮自由的 那是有适者 那你就交给适者 交代他 这样就好 这样有了解吗 这样我就不用停下来 对不对 因为我一停下来 我的习惯在台湾还好 一在大陆 又在别的地方 一停下来马上事情就来了 走不掉了 不方便了 因为他们太热情了 师父 拍个照 我个照给你 看情况 人家正在干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行径的阶段 所以 当然我们希望怎么样 但是你一定要 你要去分析那个状况 你要问问四者 这样可不可以 那样可不可以 你直接问这个师父 你说不可以一定被他骂 师父你不慈悲 你说可以 现在明明这个因缘不可以 这样子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事情 有时候我们在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事情 这个是不是个智慧 是个善巧方便 来 第二 我们把它念完了 有四间人 一百十四页 你看我多仔细 他马上念了 各位都还没翻 我听了对吗 我在讲他 他就念下去 他不知道 他吃饭很快 快动作 好 第六 有四间人 真爱自己 胜过他人 我等也因与其相反 真爱他人 胜过真爱自己 何以故 一 从无始以来 我遭受的各种痛苦 都由自己之恶业所感 绝非他人让我受苦 现在受苦是由烦恼而产生 但烦恼与我二者 并非一体 因此从无始轮回以来 制造各种痛苦的怨敌 就是我自己对此怨敌应当建立抵制 二 而依靠其他友情而积累之良 才能获得世间一切安乐 故应当真爱 依靠友情修持二种菩提心 能获得涅槃的一切功德 故应当真爱 所以各位一定要听闻佛法 或是会把主师大德的这种 窍诀 变成你的思想 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这样想 哦 要这样想 我遭受的痛苦 是自己给我的 所以所有的痛苦就是我 我才是我自己的敌人 不是别人 所以一定要真爱众生超过自己 不要一切为自己想 任何事情你要给自己一个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熏悉 熏悉 念个一万遍 念个一百零八遍 念个熟 而且不断的去 同一个事情要去思维 思维 以后碰到痛苦 你马上会把这个痛苦 太好 我在消除我 吃烦恼 我在超越自我 我不能来照顾我自己 众生的痛苦才就是重要 所以世间人都是真爱自己 胜过别人 甚至我爱我的儿子 我爱我的女儿 但是我们修普利心 想要解脱的人 要真爱众生 超过于真爱自己 何以故 所以像我们放生 要把对方当做自己 不要让对方受一点点苦 所以因为从无始节来 我们所遭受的各种痛苦 都是自己的恶业所感召来的 念一下 业感 不管你得什么病 生什么儿子 遭受什么环境 都是业力感召来的 请记住 业力来自于我们的烦恼 心态 所以你的心态会让你快乐 你的心态也会让你痛苦 你要有这个心态 那个业报就容易成熟 所以好心有好报 坏心马上坏报 所以所有的痛苦 都是业力所遭干 不是别人让我们痛苦 而且我们现在的受苦 从来以来就是因为烦恼 烦恼就是贪生吃 傲慢 嫉妒 等等 但是烦恼就是我 因为要把这个我消除掉 有我才有烦恼 所以烦恼与我并不是不一样的 因此从无始轮回以来 制造各种痛苦的怨敌就是我自己 是不是 你要这样 不要再怪别人了 各位 先生对你好不好 不要怪 什么男人 你同心念吗 同心念也可以修行 所以各位 不是先生让我们不快乐 不是太太让我们不快乐 不是我们的儿女不孝顺让我们不快乐 是我们的业力感召的 了解吗 那你要改变 首先你要接受这个业力 忏悔 更要精进在你的内心里面改变 所以制造各种痛苦的怨敌就是自己 对此怨敌要尽力的抵制 所以不要再疼惜自己了 所以祖师大的用种种的苦行来消除我爱我贪 故意的 不然的话人都会 我要去配一个漂亮的眼镜 我要去穿一件舒服的衣服 所以有时候我在用人 我都很小心 这个人要进入核心人物做点佛教的事情 如果他蛮真爱自己的 这个人不行 因为他哪一天会为了这个而离开真理 因为他照顾自己 他不会完全奉献众生的 到时候就会伤害到佛教 二 而依靠其他有情而累积 积累之粮 才能获得世间一切安乐 所以我们之所以富贵 就是因为过去布施来了 之所以向好庄严 是因为众生惹我们生气 我们就忍入来了 所以故应当真爱 依靠有情 我们才可以修世俗菩提心 乃是圣义菩提心 或是叫怨菩提心 行菩提心 所谓菩提心 就是波罗蜜 你要行波罗蜜 怎么可以离开有情 所以要得到两种的菩提心 都要依靠有情 所以能够获得涅槃的一切功德 故应该真爱 所以念一下 来 真爱众生 胜于真爱自己 自我爱惜是魔鬼 爱惜众生才成佛 你要调整你的思想 调整 所以你 今天你有家庭 你跟你先生说 你这样很伤害我的至尊 伤害我的感情 讲这个就不是佛教徒在讲 佛教徒在说 先生你外面有外遇 这样会伤害到你自己 我是为你好 我依然对你好 但是我希望你更快乐而已 而且对那个女生也是不公平的 我也是女人 她也是女人 对不对 我当然同情她 你这个讲法会让你先生觉得 这个很有道理 你要分析给她听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甘愿吃醋 才跟你讲这句话 不能有这个想法 不能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开始 你开始修行了 碰到状况才知道你有没有修行 如果你还是用世间法在这边计较 那我们的佛法等于没有用在我们的思想上面 就没有用 来 第三 翻过来 116页 第七 有世间人 珍爱对自己饶益的人 胜过对自己做损害的人 我等应与此相反 这是为什么呢 一 在世间对我们恩德最大的就是父母 父母赐予我们生命和田产和物资等生活的一切 但从修法的角度来讲 没有比这些更大的危害了 通过这些妙欲造业而增长烦恼 最终堕入地狱 虽然从目前看 好像得到了暂时的利益 但造就了最终的痛苦 因此除了今生的父母以外 没有更大的怨底 好 这个比较长 这句话 各位有时候听得很难过 除了今生的父母之外 没有更大的怨底 这样好像没有人可以接受 不过我想这位祖师这样讲 特别是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 歌金慈爱 脱离部父母 是要把众生都当作父母 而不能执着自己的父母 众生都是父母 要平等 但是如果执着父母 那对修行就没有帮助 所以这个世间 对我们有恩 报恩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佛 你真正能够成佛 而且以菩提心来修行 你的现世父母 累结父母 马上就离苦 现世者得福报 欺世父母得生天 往生父母 往生净土 因为你真实在发 菩提心修行 当然我们出家人脱离父母 大家都知道不是不孝 就是因为孝顺 但不是世间的执着 所以父母是给我们生命 田产物质等生活一切 但是如果再修自他交换 修菩提心 那如果我们把感恩的心当作一种执着 那反而是痛苦 那你每天就担心 我想世间孝顺的人太多了 但不代表他有修行 佛陀是希望我们怎么去超度呢 如果你的父亲得癌症 你要很认真的去帮助所有得癌症的人 也承担所有得癌症的痛苦 去推广如何离苦 不要得癌症的方法 再把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父亲 跟他的运进展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不然就是为什么要放生 为什么父亲得癌症你要放生 因为我去救更多的生命 回向给更多的众生 来回向给生病的父亲 对他帮助是最大的 但是各位这个要弄很清楚 你不能说我是为我父亲放的 希望他赶快好 这样力量少一点 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快快乐乐健康平静无病 那这样的力量对你父亲帮助才是大 所以呢因为执着 通过这些妙欲造业而增长烦恼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对父母自己的执着 那反而不好 所以地藏王菩萨视线的最好了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因为既然他的父母堕落地狱 能够脱离 他一定要帮助所有地狱的众生 这个才是帮助他父母最好的方法 所以这一本回去 全部读一遍好不好 我再讲下去要翻脸了 你们已经要翻脸了 不过我很把握机会 我早上就计划好了 早上放声英共全部做好 下午啊各位好好上课啊 你下午要听我上课 下辈子搞不好呢 你要这样想啊 我下辈子 我还要再跟各位上课 搞不好也是下辈子 因为呢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无常 我现在越来越有这个感觉了 这个世界呢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呢 什么事情就会突然就不行了 那各位要很精进 而且我现在整理给各位这个 念一下 精髓中的精髓 每次我都发给各位小本 怕发给各位大本 大本大家都不拿回去 小本还会留三分之一 不拿就不拿 没办法 但是各位一定要文师修 然后呢 修学佛话也不是光在家里拜佛 有些菩萨说 是我每天在家里里 我每天在那拜佛 我说你整个摸摆 老人在摆摆 那边帮助众生才有用 你要念经 你为什么不去老人院 带大家念经 对不对 你要拜佛 你为什么不早上去公园 带大家跑步拜佛呢 不能说一种 自己想要怎么样 学佛不是如此的 学佛是要珍爱众生 珍爱烦恼 珍爱痛苦 千万不要怕痛苦 痛苦是能够消除我质的 能够累积资粮的 这样才能够圆满 所以浓缩本 这已经够浓缩了 但是各位呢 我们把它整理得很白话 非常白话 最近还有一本 刚波巴大师的解脱庄严保论 大宝法王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但是我们最近也把它浓缩了 一个下午你就可以看完了 如果你看完这本 你等于整个菩提道次第 你都了解了 白话的 刚波巴大师引经据典翻成白话 所以今年年底是 刚波巴大师大宝法王要办 刚波巴大师的纪念法会 来 因为呢 讲了解脱庄严保论 快讲完了 感恩刚波巴大师 那无论如何这些主师菩萨 用他们的生命累积的修行 用一种现代化的语言 让我们更能够直接契入菩提道 空性 让各位要把握 这个都是窍诀 所以这里面有几十位 把阿底加尊者 特别是中顿巴大师 后面弟子问他 怎么发菩提心的方法 如果你对成佛 对利益众生没兴趣 你看了有个觉得 无聊 因为我不想发菩提心 那当然 就我而言 有人问我说 海盗法师 你每天在叫人家发菩提心 到底对方有没有发菩提心 我说谁缘呢 我以为我比较重要了 你要努力叫人家 去精进你才会精进 你努力叫人家慈悲 你才会更慈悲 我们不能有所求的 顺其自然 因缘成熟 现在已经种下一个因也好 种下一个种子也好 将来对方也会生起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的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这些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看 有没有发菩提心 你已经看不出任何思想 可能有点多湾 我得比较重要 我以为能够 有可能有什么 那么很重要 好了 盖 来 丹 丹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实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105-111-1-2% 106-113-183-214-185-186-187-畡症 救命文化基金会 放下凡是你所执着的事物 听闻的人们 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你需要的 想一想任何一个让你强烈执着的人物品或情况 并试着去检视你所深深执着的美好事物权利或财富 车头车尾的检视他们每一个 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幻象吗 当你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事物的时候 你的执着减少了 不再有相同的急需去拥有的感觉 如果你有我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态度 你的心境将自然而然的感到宁静自由 另一方面 如果你在活着与死亡的时候 都处于强烈执着的状态下 那么你的今生与来生 都将充满痛苦折磨 在此时 强烈执着于身后物的人 将变成一个受贪欲折磨的恶鬼 过去的伟大圣者与行者 只要有为生所必需的最少量食物 以及足以必寒的衣物 就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 他们是最富有的人 因为真正的财富 属于那些知道如何满足于现状的人 伟大的噶当派禅修者 噶拉贡邱 住在西藏的一处洞穴中 每次他进出洞穴的时候 身上穿的袍子 都会被洞口的山楂丛妨碍到 他常常考虑砍掉山楂虫 但每每如此 他心中立刻就会生起死亡的念头 他想 谁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把去除这株长刺的树虫 所花的时间用来禅修比较好 借由禅定的力量 噶拉贡邱能够飞行 试显各种神迹 他云及时 那个山楂丛仍在原地 假若如此伟大的行者 都无法忍受去浪费片刻的时间 那么在修行道上 仍有如此多的事情 需要完成的我们 怎能把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 耗费在俗物之上 为佛天将菩萨化身 保除正魔君功德 难论 师父他们每天在做朝晚课的时候 都会唱颂的一尊护华 那个《味头菩萨的护华》 这尊是我蛮得意的一个作品 奇老 爱的说什么 这不耐人 他们晚上都会去跟他讨论 要跟他说 叫他做 要做什么都会跟他讨论 说 就是因为这种好奇心 就对这个就充满着好奇感 有神秘感 所以说世人都很想去找佛菩萨 到底是真的有那一回事吗 有时候就觉得说 结果在世人都没感染 可能我们的心大概就是在都在玩 现在就要 就要算说我就真的要去 夺土红了 那当我讨论的一件 我叫老座 有神龙庙 回家 我就去那出头 出头的时候我看到 那时候就像一见钟情 看着那神像 佛像 我就觉得 有到有幸福了 所以说 我的董哥 我就立志说 在那我就说 我一样大人 一定要做这个 到那里 当时 我们时代人问我 说你大人家要做阿贵 我说我要夕不辣 他听着会陷阱 公公也说 谁叫做夕不辣 因为当时 我们整个村庄 没有这个行业 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种行业 谁叫做夕不辣 他说 说那不好 那 英雄的人 敬鬼神而远之 他很信心 但是很尊重心 然后说 那一准 就拜到万年 九晚了 说 那不压不弄 那不好 但是 那时候就很奇怪 就是说 就是一心一意 就是要做佛像 就是说 他怎么说 我就听不下去了 就是 祖先就是 不是在那里 几个附杆都在想 佛菩萨这样子 当我在 捏一些小玩偶的时候 被一个 国宝级的 评议大师 叫张德胜 的老师 他看我在 摘在图上说 你摘这个不错 你大人说 我大人要摘这个 你说 拜塞 结果他说 他说 我 我穿鸡在做这个 这样 我说 他们怎么要收拾了 就这样子 我就一个人 来到台南去拜塞 就是真的是入门 说的也是很奇怪 我当下 立院 看着他 看着作品 那件是我们塞鸡 他住在台南 那时候我小人 根本就不知道 说这个作者是谁做的 我完全不知道 嘛 结果我们塞鸡 说他是那时候 的作者 水泥 水泥的作者 那我去拜塞的时候 也是 也是 我刚刚好 就是说 应该说 也是跟佛有缘 因为我去拜塞的时候 我塞鸡 就要赢到一个堂贵 叫做 佛陀的一生 大当山的一个 叫小雪山 就是佛陀的一生 就对于出生 到游戏庄民 生老病死 到在埔里下 五岛 这都一出一出 那一生 到做到山下 我已经三年四个月 已经出生了 那时候我感觉 我好像都没学到 我好像想 都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结果那时候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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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议会 他们的那种 师徒制的教法 因为那时候 都是打雜工 他本来 其实有在教你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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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办法 他退却 他怎么说的 比如说 他在做团队的时候 他就要叫我 就是说 忽然 他就要叫我 阿宁 你我现在要冲那会 我说 我也不知道 你要冲那会 他就一直给你 他说 云上的人 就是要 拆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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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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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上的人 要拆那会 我没有放 自己拆手 才会自己做 所以说 你要自己看 这样 啊 所以说 当学徒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都 他做 就是 他的过 过程 就是他的过程 就是说 他叫你 看东西 譬如说 我今天要做这一尊 你要看什么头 现在我坐下 我要开面 要需要用到 什么样的动作 就是说要学习的屈指 你要学习的 知道他下一步的动作要做什么 就是要注意这些 所以说学到动作的时候 我才也走过 我就要知道 他训练我的事训练怎么样 他如果开口就是骂我 后来他觉得很不孤 但是没过去就习惯了 那时候的学徒都是要从小调养 就是他不让你读太多书 就是要从小孩子开始调养 就17岁左右 那时候来调养 那时候的想法都比较亲近 比较纯净 会调兴 他们说会调兴 现在就在学习后 我就跑去训练高音美工科 那时候我师傅很生气 因为我只要帮他贪钱而已 然后就跑去训练高音美工科 他就很生气 叫我们师傅 说跟文娜监量 说人家是去求上纸 人家不是去保密 所以说我们那个师傅也是 是很疼 我就是他的关门弟子 我去拜仪师的时候 他已经70几岁了 所以说文娜这样想起来 我做这一生真的还跟佛蛮有缘的 对佛像真的是想专严在我的佛像领域上面 他没有毕业的一天 这个佛像领域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都在学习 因为我们的心情浮浮沉沉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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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不定 所以说这个佛像在做的当中 就是都靠这样 你就围绕在这个氛围 至于哪时候能达到那种开悟的境界 就顺其自然 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把心射受在这里 至于会不会有成就 来看 看我们的影远 感觉到说 怎么有人那么厉害 可以把一个陶土 把它捏缩一个陈形 甚至于是佛像 然后要把那神运抓出来 刚开始是觉得蛮仰慕的 他是只要拿到土 就是要赶快捏缩 就是想要缩形 他那一份心是很坚持 你做这佛像 有时候说每一个状况 他在做佛像当中 每一个的状况都不一样 我们的心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 你还是要一点一滴 累积 然后表现在作品上 那作品才会增上 我们的四壁观音那时候 因为我们用陶土做完以后 烧成的作品都有在卖 然后到这一尊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这一尊不要再卖了 这一尊要留下来当我们的传家宝 因为感觉你经过陶土经过火烧过以后 它感觉更有生命 然后这一尊又是特别的庄严 这佛像的东西有时候很奇怪 你刻意的话它就卖了 你如果很 我都很认真做 很刻意的时候 你就会被绑在这里 你就我就看大范围 你一看大范围 你就不会去注意这些小细节 所以说这佛像的东西 跟真的有时候跟修行 跟修行有很多 有一些雷同的地方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做这个 你如果说要继续专研上去 你一定要在佛法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在他们的那些祖师大德的修行里面 他们会有同样的一个心法 如果有对的人 他就会呈现对的结果 刚开始呢 庄老师跟我其实也不熟 那在有一次我在看展览的时候 看到他的作品 他做的观世音菩萨的像 那个面相很慈悲很柔软 这个是我要的 艺术家他本身的专业跟他的想法 跟他个别想要表达的 尽量不去违逆他 尽量不要去修改他 那就在这个样的方式下 就完成了大雄宝殿那边的四大天王 还有整个墙壁万佛 尽量不去违逃 尾头菩萨在寺院里面是属于护华 护华他们在做的当中 就是要比较要刚一一点 但是我们佛教里面的护华 跟道教的护华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柔软 刚中要带柔 所以说这些菩萨它虽然很勇猛的时候 但是你要看出它的护华的 内心的慈悲 所以柔软心 简称就是当中带柔 因为第一就是它跨的是三七步 就足足的 之后就是它的生态是柔软的 这是我们佛教跟道教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多了一个慈悲心 柔软心 虽然它是一个护华 是一个很感猛的一个护华 这个小鬼好像不慈悲 就踏着它 其实这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人的习气 我们修行的习气 像他是柴跑天网 那我也做一个小鬼 跟他呼应的话 这样比较逗趣 像这个小鬼呢 他本身就有这么多钱了 他还是要继续要跟财宝 连网要 就属于贪啊 财神他们都是抓这一只财宝鼠 他们就是会晚上会去咬钱给你 然后像小鬼呢 这边也是有一只鼠 但是你看这只鼠就不一样 这只鼠也是 这只鼠是那个不易之财啊 很贪财的一只鼠 所以说这个是法财 这个是贪财 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有留下一些趣味的一些创作 给它融入在里面 因为我们法学师说 这种工法已经快失传了 他就说你就用这种工法去做 来这边做的时候 我们没有设计师没有设计图 没有价码 都是来做 这样 书叫我来做 我就来做 我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好好的发挥 好好的创作 那讲到这个浮雕就很有趣 因为大佛像先进来 他整个在制作的时候 在打下面那个顶座的时候 就拿着那个刷子 在那边切割 在那边打磨 结果的莫名其妙 我看进去就看到里面有很多景象 他是完全 所以我就跟庄老师讲说 你看你看 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那里面其实不是创作 就随意的 但那里面就显现了某些东西 他大概也只是大致上构想一下 然后就放手的去做了 就说哪一区要做什么 哪一区要做 他有一个构想 他就开始创作了 他就拿一个很长的竹子 然后拿着那个粉笔 就在壁上画了 这个也是我没有看过的创作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 好像无形中就逼到 就呈现了那样子的状况 而不是刻意设计出来 所以说我就因为这一句话 然后就把在创作这边的话 用影子 这个影子去打光 然后打一打的时候 然后再用笔器勾勒一个菩萨 一个菩萨勾勒出来 这边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我就以十方佛 十方法 十方身为创作主题 然后简称为死法界 那死法界里面有佛 有神文众 有十二元觉菩萨 所以在创作里面我们想 其实可以把神道也融射进来 所以那片整片墙里面也有道教的 包括八仙都有 包括南昆森的五府千岁 这些明王 金刚 菩萨 佛都有 所以这里面它里面就呈现得很丰富的内容 那就有别于过往的所有寺庙的壁画里面的内涵 那我个人是想说 刚好它也可以这样创作 我们也有这样理念 那何不就把这些因素就把它加进来 所以就形成了那一片墙 还有那一片墙值得 弹的是它两个柱子 把它转化成两尊接引菩萨 那个是做得很顺 而且很精彩 师傅常教我们说 障碍即是菩提 我们要面对这些障碍 然后本来一般就 从后面就闪过去 那这样的话这边就 就好像空下来 那我就把这个障碍 给它做特别突出 特别的用心 然后把它做成一尊接引菩萨 出来接引我们这样子 成为这边全部的一个主轴 现在目前台湾 有这么大的一个水泥的 四面浮雕的话 应该很少 其实我做这么多的浮雕 我最得意的就是 这一朵空下来的莲花 这朵莲花就是留给我们 自己的 每一个人都有无穷的进步空间 你只要愿意听别人的 愿意吸收他的想法 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画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是在画自己的喜欢 更让别人喜欢的东西 不是只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应该这个互相只要是 善性的沟通应该都会进步 对他的期望就是说 希望说他能够继续保有这一颗 比较安定啊 清静的心 继续創作佛像 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 我会带他们一起去 一起看 一起做 因为我都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就是说 我现在在做的堂贵 我白年之后 我们的孩子带他们孙 在看 看见这就是应酬您 阿祖阿祖阿祖做的 就是 这样的想法我觉得 也是很有趣的 对一个行业 可以说 做到你百会年了 人家都知道中正明 这三个人 就是一个行业 好像没有 只维护只有佛 或艺术家 就是说 等你这一期的生命过后 他所用的心 他还是在发挥他的功能 可以做这个佛像 我会很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